下朝存在吗 就这个问题啊 我应该讲了不下两期 但是我发现啊 还有好多人问 这个啊 河南博物院的青铜甲 距今3600年到4000年之间 那你告诉告诉我 这个时代 我们应该称它们为什么时期 大家知道 商代的甲骨文啊 甲骨文已经是六书俱备的一种文字了 今天我们汉字的六种造法啊 它都有 就是象形 甲介 会议 专注 行声 指示 所以我们说甲骨文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 那文字 它不可能是一页之间冒出来的吧 它一定有一个非常漫长的演化过程 好 那既然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那它之前呢 再有啊 我们知道啊 司马前史记 下本记 阴本记啊 就是记载这个下朝跟商朝 以前呢 很多外国人对咱们这个史记啊 是不认的 他就说你们这个下朝商朝啊 是编的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啊 我之前说过 外国的历史记载啊 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们的这个历史史料啊 相较于我们要少得多 缺乏足够的记载 那就造成 他们主观上就形成了这种啊 宁可信其无 不可信其有的观点 他们甚至怀疑过我们周朝啊 但是由于周朝的啊 文献文物太过于丰富 有大量的青农记跟名文 使得他们啊 很难否定周朝的存在 那商代跟下代呢 我之前就说过嘛 他们不承认商朝 就比如说啊 这个商朝 商代三十个王 他十三个是胸中地极 他是拐着弯 很乱 他这个传承 那好 你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 你肯定是互编乱造 就是说这个商朝啊 是司马迁编出来的一个王朝 那么随着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 和1928年殷墟的发觉 那就证实了殷商的存在 以及对司马迁史记殷本记的肯定 司马迁记载的商王的传承 跟出土甲骨文的对比啊 非常接近 商朝 那离着西汉可是一千多年了 通过司马迁对商代的这个记载啊 我们可以推出 他对下朝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 那有人说了 你这都是推测 直接证据呢 直接证据是二里头啊 大家知道这个二里头遗址 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啊 我国考古学家徐续生先生 根据周书杜一篇的记载 自洛瑞言于依瑞 居宜无故 岂有夏之居 意思就是说 自洛水与依水之间的平坦区域 曾经是夏王朝居住的地方 根据这个记载啊 在洛阳掩尸就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我就问准不准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 在实证上就证明了夏朝的存在 这是社科院啊 我国考古理事会会长的原话 如果按照文明三要素来定义的话啊 我国的文明只有三千三百年 那这个明显就不客观嘛 你这不搞笑呢 那我们国家 那么多博物馆 早于三千三百年之前的那些精美的轻动器 怎么算 怎么说 它这个标准啊 城市文字冶金 它只是根据两河 古埃及 他们的考古发现 制定的一个标准 但是你不能拿着这个标准 满世界去套啊 所以说呢 我们中华文明太原工程就提出了啊 文明的中国方案 大家记一下 不要动不动就什么文明三要素 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标准啊 一 生产发展 人口增加 出现城市 二 社会分工 阶层分化 出现阶级 三 出现王权国家 二里头遗址啊 它有详细的城市划分 景字形 城市布局 宫殿 下面呢 是两万平米的青铜冶炼遗址 上边是祭祀坛 左右式 生活区 分贵族平民 它呢 依靠墙跟道路 来分化这些区域 非常详细 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域啊 比一个足球场都要大 宫殿呢 建于高台之上 基槽边上的地面啊 还铺有额卵石 二里头遗址啊 到目前为止 一共出土的文物 青铜器 陶器 玉器 骨器等等啊 四万余剑 他的青铜野链作坊啊 已经是初具规模化了 并且啊 已经开始用泛铸法 铸造青铜器了 开启了我国青铜时代的一个高峰 下代 乳丁文学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 该否定 该这个不认的 他们还不认 我以前啊 就看过二里头这个 许红教授的留言区 大家知道有多可笑吗 咱们很多网友啊 竟然在教人家啊 一个社科院的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 教人家怎么考古 你是纯纯的就搞笑吗 结尾啊 我给大家读一段话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就中华文明起源 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 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原因 得出以下认识 距今万年奠基 八千年起源 六千年加速 五千年进入文明社会 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 四千年王朝建立 三千年王权巩固 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